這段影片是要來教大家怎麼樣在一台空的VPS上面 利用一個人家已經做好的控制面板 來快速的把你的VPS裝起來 這樣子的好處是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裝阿帕器阿 Nginx, MySQL, PHP 這些 你只要把這一個控制面板裝起來 基本上該有的東西就會有 好,那今天要介紹這個控制面板叫Vesta 那我選Vesta的原因是第一個它是比較輕巧的 就是它裝起來不會感覺主機負荷很大 那第二個它是有Nginx的 它是前端Nginx,後端是APA7 所以對我這種就是我認為 ApA7是 對不起 Nginx是未來的主流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的情況之下呢 我選的控制面板都是有支援Nginx的 好,那這樣也好 因為保留ApA7的話 你還是有很多像HTSS這樣子的檔案都可以來做使用 所以我們就來看怎麼安裝這個Vesta 好,那Vesta的安裝我們可以先來到它的首頁 它的首頁就是VestaCP CP就是ControlPanel 好,這個ControlPanelCP的簡寫.com VestaCP.com 好,那來到這個首頁之後 我們點上面這個install 就來這裡 那第一個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地方它有說它支援的作業系統 好,有紅帽系列的 有SendOS系列的 Debian跟Ubuntu 那如果是Ubuntu的版本呢 你要仔細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是選了一個 Ubuntu 14.04的版本來做安裝 好,那第一個件事情 它需要你用root 來登錄你的主機 所以我們已經登錄了 好,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要下這個指令 那我們很簡單我們就把它複製 貼上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出現一個狀況是它說 找不到cyl這一個檔案 所以呢,我們就要來安裝 好,那 還是沒有的話 就是要先做一次update 那我們就讓它跑一下 這個部分是因為我的VPS廠商 因為我選的這一個廠商是 費用比較低的 那我主要是拿來做像教學啊測試啊這樣子 那它給的這個Ubuntu的版本就是精簡版 好,叫minimum 精簡版就是 你 很多東西你需要的你要自己裝 好,它一剛開始裝起來是 因為精簡嘛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 所以我們才會有剛剛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 現在再來裝 cvile OK,那就可以裝了 那裝完之後我們再來 那裝完之後我們再來 下剛剛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 這個指令的意思就是我去把這個檔案抓回來 這個 所以我們 按ls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抓回來這個檔案 然後呢 我要下這個指令 把這個指令複製下來 然後貼回來 按enter 好,然後它就會跟我們說 我們要裝這些東西 比如說它在前端裝nginex 在後面裝apache 然後會幫我們裝DNS Server 雖然說DNS Server我們其實用不太到 然後幾個跟Mail有關係的 比如說Mail掃圖啦 那Mail過濾廣告信件的啦 幫我們裝MySQL資料庫啊 幫我們裝FTP伺服器啊 好 那這時候我們回答yes來安裝 那這邊要 比如說 嗯 輸入一個 email 因為到時候它 一些帳戶建立啊 然後需要更新還是有什麼錯誤 就會 發到這個email 那 這個email 通常都會進到廣告信 所以你最好去設定一個 像Gmail有過濾嘛 有 有一些條件 我可以設定 比如說這個 email寄出來的 就不要進廣告信 這樣子 最好去設定一下 好 那我 我就隨便舉一個 好了 比如說 我會用Gmail的 com號 那 hostname我本身就有了 所以 你有沒有看到後面這個跨弧這邊 其實已經有了 所以我按Enter就好了 直接按Enter就好 然後它會說 安裝需要大概15分鐘喔 那所以我們就 先讓它跑一下 安裝的過程中如果遇到這一種 要問你問題的 那 我的 習慣是我直接按Enter 就是default 預設的 選擇 然後就繼續讓它跑 好 那跑完之後 它會出現這樣一個畫面 就是告訴你 你的 網址 登錄的網址 跟帳號密碼 所以我們把這個網址呢 把它複製過來 我們瀏覽器 那由於它這個網址一定要跑 https 也就是安全連線 那我們這台主機 219這個就是我的VPS的IP 我們又沒有去花錢去買 SSL的認證 所以 它就會跟你說這個連線會受信任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這台主機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很清楚的了解 不會有什麼 就是人家偽裝然後 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就 我現在用的是 Firefox火狐 所以我就選了 我了解此安全風險 新生例外網站 然後 確認安全例外 然後我就跳到這個 畫面 登錄的畫面 那這時候我就用 它提供給我們的帳號密碼 就可以來登錄後台 用管理員的身份 登錄後台 好 那後台的使用方法 我會錄在另外一段影片 那這段影片就為你介紹到這裡 來